Dream 說到馬來西亞最猛鬼的地方 其實這個高原也逃不掉 這個高原的亡魂一直在找替死鬼 這裡特別猛鬼 大概兩年前吧 我就在高原那邊拍部電影 結果我們拍攝的幾乎每天 都會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怪事 其實為何這個高原特別猛鬼 我們島上南洋這邊 就有那些養鬼仔的傳說 他們來這裡的亡魂 死亡的人都會收拾氣 跟他們賺錢 我自己的經歷 那時是晚上10時多 有人過馬路 好像我撞到東西 我忙到後鏡 但看不到有人躺下或有甚麼事 你也很肯定自己經過車的時候不是人 肯定是在後鏡看不到人 你看,你也不然會偷偷 你也不靠手 你看如果管他們是在後鏡上 你餘下 paying了 就是了吧 前身是高級住宅的酒店 因為一連串自殺命案 任法的靈異事件 令原本的居民都逐漸搬走 慢慢這裡就變成了 半荒廢的孟貴酒店 後來還成為靈異電影的拍攝場地 走上來的路真的非常不舒服 它又有大帽 我感覺到有很多東西在搖晃 好像蜘蛛網,不知道甚麼 我們今晚住在這裡 我們在14樓桌上可以把房間放在14樓 可以嗎 14樓桌… 好,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為何我們特意選擇14樓這層 就是相傳有一個家庭 他們為了避債,就特意來到這裡 最後是他們兩夫妻燒炭 弄死了自己的子女 然後再在露台上跳樓自殺 一直存在這個傳說 我們一直都沒有進去拍攝 結果我們進去之後 然後我就先跟副導 跟我的男主角進去裡面 我們一出來之後 我首先不懂為甚麼 我的工作人員就跟我說 導演,你的警罩後面流血了 我一摸想,怎麼這麼流血 到今天我一直以為 不懂為甚麼流血 是沒有感覺的 然後我的副導員手上又流血了 他有三個鎖 應該真的很危險才會有三個鎖 怎麼說Keith 很臭 先等等我 我想她的燈子要… 不對,可以進去 陣喉氣很大的 那真的如何 一進來,拍了一些地毯 我想應該完全沒有洗過 其實我一進來,我感覺到很涼 是有一陣涼風,但完全沒有開窗 其實我是起雞皮 這個廁所沒甚麼特別 但真的很骯髒 我覺得比公廁更骯髒 洗澡就不好了 然後晚上,記者們上來之後 沒有地方就在那邊,陰著頭皮開記者會 結果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告訴演員,沒有告訴記者 這些事情,因為不想嚇到大家 所以我們就在旁邊的客廳開記者會 然後開完的時候,就有記者來告訴我們的副診所 哇,這間房間很猛 因為我們一個攝錦記者 看到有一個影子跟小孩子的聲音在裡面 跑來跑去 另外有另外一個女記者 就看到在陽台,巴克尼那邊 有一個男生就翹著腳 然後坐在那個陽台的那個欄杆上面 然後看著我們整個節奏的精神 這個位置應該是廚房位置 雪櫃 你看,這些位置都關上了 已經不冷了 但這個電視是新的,這是新電視 很汗 這些已經發霧了 我想應該很久的歷史 我現在出了一個露台 嚇壞了,看到旁邊有人 對,好,就這樣看過去吧 其實是完全看到別人的家 因為我們剛才在這裡訪問的時候 其實已經看到很多外勞 其實我想這棟東西 全部只是給外勞住而已 應該很少女客真的會來這裡 你拍一下這些吧 全都已經發霧了 因為它在山上 所以一進來的時候,吹味 是吹到現在 整體這個飯店呢 它是感覺活人的氣息是比較少的 就一般活人比較不會去 比較多的那個孤魂野鬼 會佔領在那邊 那整體來說 只要有鬼的地方 就會很容易偏冷一點 對,所以說,這艘汽車甚麼都不肯 我們終於走上22樓了 為甚麼要走樓梯 因為那間升降機壞了 因為那間升降機壞了 他自殺後,沒有人找到他的屍體 我們現在去看看能否找到房間 我們先走到這裡… 當時我們在酒店拍攝電影時 大廈的保安曾經跟我們提過 那間有人跳樓自殺的房間 門口釘著很多喉叮 而外面有一塊大木板封住門口 看看這扇門,看上去很不舒服 其實你看到這裡有很多單位 外面還有一個閘鎖鎖住了 所以這裡的保安應該真的很差 這裡有一扇門用木板遮住了 我們也進不去 就是這個單位 好,我們繼續走 我現在身處在這間酒店 我覺得最恐怖的停車場 現在差不多接近12時 我就帶大家走一次這個停車場 今天超大霧 很有氣氛 因為它下面實在太硬氣了 所以它以前聽說很多保安 每個晚上的巡邏的時候 都會看到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在下面目的極層 一直走來走去 要不然就是有一個保安 一直看過有人從上面 一直不停地重複地跳樓 消防局一來 怎麼找就找不到那個 那個跳樓死亡在哪裡 你看這輛車 是破壞了 為甚麼還怕停車場 其實我想他們可以拿走的東西 都拿走了 鏡頭、車子等等 其實這個停車場 其實這個停車場 總共有三層高 我剛剛走完這裡 其實沒甚麼特別 我們現在繼續下一層 看看有甚麼事發生 這裡完全沒有車 就這樣看 我以為是小鳥的屍體 但不是,看錯了 有一雙鞋子 是鋪上了一層的鞋子 應該很久沒人來這裡了,我猜 好,我們繼續走 水桶很大 很大的水桶,這裡的車就沒有了 水桶就很大 水浸 你看,它已經… 幸好我穿了一雙鞋子 我穿了一雙鞋子 好像越來越深 我想說的那雙鞋子濕透了 我的襪子也濕透了 這個停車場也挺大 如果一個人在這裡,應該會當新路 水從這裡出來 那是一雙鞋子 為甚麼 它爆了水的位置 看到嗎 為甚麼它突然開著喉嚨 那裡也有水 是否… 看到嗎 其實天花是否破爛的 是否破爛的 明明這裡是一個多層式停車場 但為甚麼偏偏只有最頂的那層 才有車停泊 而下面那兩層 幾乎一輛車都看不到 如果這裡本身真的是停車場 為甚麼又只有上面才有人用 難道下面的樓層 並不是用來做停車場那麼簡單 還可以下樓層,怎麼搞的 不是只有三層的嗎 難道這裡就是網上流傳的床層 所以聽說那邊一直發生很多事情 最後連保安局都很怕了 他們說反正下面的樓層 他永遠不會走到下面或停車場 因為下面的樓層實在太硬了 所以他們覺得為了安全起見 所以把所有的樓層 所有的樓層 所有的樓層 保安局的樓層都搬到四樓層 前面是廁所嗎 上去看看 他有洗手盆 這些樓層有號碼 以前不是有人住在這裡 我不敢相信 我想應該是放東西而已 好,先看看其他房間 裡面的房間是密不透風的 為甚麼人會住在這裡 不知道上網有沒有人說過 這裡有一些房間 這麼奇怪 為甚麼好好的會有這些房間 有聲音 很濕 這些真的像是有人住在這裡 你看,有腳印的 看到嗎 不是我的腳印 前面好像還有一個暗位 讓我們走進去看看 有些小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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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房間,全都是用木板遮蓋的 我們現在走過去看看 有些小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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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有些小房間 應該是被人住在這裡 全部都… 對,有洗手盆 這些木板好像我們走過去的 有些小房間 封住的房間 都是用這個木板的 我記得 木板還有一些釘在上面 可能本來是釘著了 但它掉下來 小心點 這裡大概有十多間房間 十多間房間 應該之前也是被人住的 但是… 我也不知道為何 房間會被人住 好,我們現在先走出去 很多來過這裡的靈探隊 都曾經說過 越下方的樓層 就越容易感應到 靈體在身邊出現 來到這一層 我們也開始覺得 有種無骨悚然的感覺 這裡特別有扇門 不知道能否開開 先試開 你看 好像剛才那些房間一樣 這是這間房間 很明顯是之前有人住在這裡 你看這些 這些是電線位置嗎 已經發霉了 為何很久沒有人進來這裡 環境很惡劣 我們可以看見 接下來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好像有人燒過香的痕跡 這個是應該是掠位 但它的掠位好像有點壞 真的壞地 看看 就這樣看,升降機已經壞了 但我們之前明明是乘坐升降機 上14樓的房間 如果是這樣,乘坐升降機豈不是很危險 走在那裡看看 很黑 很黑,在光的地方看出去 真的完全看不到東西 好 好,走過去 我們現在發現了還有一層 走過去吧,差一點 應該沒了吧,走過去這層 應該是最後一層 這裡很黑 致咪 播放 有 我們是否… 有 我們在小吃 量 有 有 帶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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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玲,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